注意看这个斯诺克老司机 稳稳打进长台后 直接放弃了中代进攻机会 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后 在丁俊辉面前挽起了斯诺克 并且回休息区时 还用肢体语言挑衅辉哥 这辉哥的小脾气 一下子不得支冷起来了吗 来看看丁俊辉如何让果尔德心态爆炸 丁俊辉第一杆解球师的 母球两空回弹并未碰到红球 果尔德也是神情紧张地 让裁判副尾继续解球 来看看丁俊辉第二杆的解球效果 很可惜第二杆依旧没有解锁 角度差不多但力度不高 再次送上四分 漂亮 经过两次角度的调整成功解球 而且也没有露出进攻机会 真的是漂亮 小编看了这杆防守刚暗则的时候 母球紧贴粉球红球贴近篷空 不得不说这杆斯诺克难度系数很大 这连续的两杆高难度斯诺克 也是让辉哥倍感压力 但此时的愤怒大过一切 毕竟再三被果尔德调戏 也该好好认真起来了 辉哥第一杆角度相差太大解球师的 像这样有难度的斯莫克 基本都需要找找手感去调整角度 来看看第二杆解球效果 第二杆解球效果和上一次一样 距离红球还是比较远 古尔德看到此番场景 那也是相当的自信 不停的手舞足蹈指挥裁判复尾继续解球 真是漂亮 全场欢呼鼓掌 毕竟这难度的斯诺克三杆解球实属不一 还没喘息片刻 古尔德抬手又是一杆斯莫克 真的是要和丁俊辉斯莫克硬钢到底啊 经过几轮的防守大战 双方都在为对手的控球而惊讨 不得不说两位选手的控球都是相当的细腻 来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真是漂亮 丁俊辉抓住机会 成功坐上一杆高质量斯诺克 来看看直高气扬的古尔德这杆解球效果 母球衣裤回弹靠近红球 可惜的是力度不够解球失本 直接让辉哥回省四分 第二杆加大力度成功解切 不愧是老司机古尔德 第二杆角度和力度拿捏得相当完美 不过这只是丁俊辉的开胃小菜 轻销红球薄变 将母球推至右侧上方护变 再次坐上一杆斯诺克 母球衣裤回弹解球失本 且没有露出进攻机会 仔细看感觉有一点机会 可以意外解禁红球中代的意思 丁俊辉考虑再三 还是选择让裁判复位继续解球 真的是笑死了 母球完美地躲开了红球解球失本 古尔德也是十分淡定地扔了一下巧克力 继续左右琢磨解球现代 古尔德改变解球现代成功解球 煎熬的心情终于画上了句号 但丁俊辉肯定不会就此就放过古尔德 真的是有点搞心态 这跟斯诺克有点相似的味道 看看古尔德怎么应对 母球医库回弹力度太小解球失本 观众席都忍不住发出来笑试 来看看古尔德第二端解球 真的是悲哀 力度还是太小没有解球成功 古尔德也受无奈的趴在书球桌上 真的是相当难过 估计古尔德要哭晕到厕所里了 这杆直接离谱到角度都不对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连续的解球失败崩溃 看看榨出表情包后的第四杆解球 真的是要替古尔德捏一把汗 再次解球失败只能摇头放脑缓解干干 现在应该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了吧 没有问题 第五杆终于解球成功 终于可以回头休息去休息一下 来回一轮防守 古尔德回进一感斯诺克 可惜丁俊辉一感轻松解球 古尔德抬手又是一杆更可怕的斯诺克 丁俊辉真的是急得脑瓜头 场地来回晃眼 也找不到好的的解球思路 真的是来不往飞里 丁俊辉第一杆解球失败 这杆高难度斯诺克真的是太模仁了 母球三库回弹解球失败 丁俊辉还是依旧沉着冷静应对 真是太可惜了 这杆解球陷入没问题 由于力度太小解球失败 第四杆成功解球 看得出来辉哥已经郁闷不已 又是斯诺克防守拉锯大战 一切先冲的攻击 比较多数数字 两个攻击 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这条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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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杆成功解球 其实是四杆成功解球 也很快 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算是非四杆成功解球 好 这几波的防守真的是太精彩了 可惜的是辉哥放弃进攻 又给对手露出了一番进攻机 看得出来辉哥是真的遇到对手了 不得不说郭尔德的防守反击 真的是相当独特 打进绿球成功较为咖啡 空球真的是很细 目前比分70比6之方 只要打劲本就可以顺利打下比赛 真的太容易了 攻防大战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有了结果 不得不说这位斯莫克老师 天赋一天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